藍白河的部分 一旦如果真的破局 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惩罚的效应呢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蔡振元他就说 柯文哲过去有找过他来问 选总统的可能性 当时他就用这个三国好来比喻 他说民进党 柯文哲跟国民党 那指出说 如果刘备柯文哲不跟吴国 国民党联军 那个赤壁之战的话 就会被曹操民进党给打趴 同时他就警告说 只要蓝白两组人 单独参选 两个人一定落选的 好选民都不去投票 那么就会害到立委的部分 国民党立委可能就会死一缸子 亮哥也说 如果蓝白不和 立委就会通杀 这是单一选区的惩罚效应 好那另外呢 他说现在 这个如果蓝白和没有成功 剩下两个月 会有很多人失望 搞不好大家就不投票了 好那我们看游书惠呢 他说蓝白要成功的合作 三大要件 当然就是要堆叠善意 彼此妥协各取所需 大家要真的要真诚来合作 那赵浩康说呢 大家其实都讲得很漂亮啦 但都没做到 双方都说要让 可是呢都没有让 前立委陈学胜 他说啊 支持再给朱立伦一点时间 尽最大努力 如果柯文哲真的坚持不让步的话 那也要让他知道 他是比后仪更成不了局的 好我们来请大家 他自己也是身为立委的参选人 现在是不是真的很担心啊 如果蓝白不合 那恐怕 国民党的立委真的会死一缸子 当然 他基本上是非常担心的事情啊 特别是有些区域里面 如果说蓝白都有候选人的话 那基本上 就很难有一个 谈出一个结果 因为整个大气氛是不好的 那第二个呢 如果这个地方就算没有 民众党的候选人的话 那会不会民众党的支持者就生气 把这气呢 出在侯友宜身上 出在立委的候选人身上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到时候呢 就是也许就不去投票 那不去投票 坦白讲 柯文哲也占到什么便宜 也占到什么便宜 因为大家的出气 基本上就一鼻孔出气 你不投就通通不投 因为两边分开 蔡律正宇讲的不错 两边分开 基本上的目前看起来都很难选得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明显的道理 非常非常明显的道理 那这个选不上 那个气势带不起来 那相对的立委候选人 就会跟着大势走 就会出现很多 在这个边界的 或是在这五五波的地区 可能这个气势不够 就因此败下阵来 那现在很难说是几席啦 但是整体的气势问题 就会影响到大家的支持度 影响到大家投票率 所以明年呢 我觉得蓝白或是在野党 关键就是在于投票率的高低 如果大家激发 政党轮替的气势 然后蓝白合作 激发大家的这个 一举呢 一股作气的这种勇气的话 那我觉得投票率拉高 对在野党来说 是有绝对有帮助的 投票率低 那坦白讲大家都同受其害啊 所以就为什么 大家对于蓝白和啊 不是个人的喜好 不是说我其实希望 今天柯文德当总统 或是侯友宜当总统 坦白讲这两位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工具 然后造成政党轮替的工具 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要把个人的这样子的身份呢 把它看得太大 因为大家对大家来说 谁能够把民进党拉下来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啊 所以你看 回到还是回到原先的问题 包括善意的堆叠 然后包括是怎么样进行合作 然后而且合作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有零分到一百分 今天如果是因为总统这个局 没有谈好 就变成零分的话 那过去怎么讲的 政党在政党组成最大联盟 然后推动这个内阁制 总统来国会报告 之前柯文哲跟朱立伦 谈的那些国会合作的原则 基本上就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只能期待 就万一你总统这一局 政府总这一局谈不成 那在国会合作这一局 可不可以也彼此释出一些善意 但是也面临一些很调诡的情况 假设你总统成不了 柯文哲去帮国民党的候选人站台 比如说帮我站台 喊完张斯刚动转之后 那我们要怎样讲柯文哲呢 就是柯文哲默默的下台吗 好像也怪怪的啊 所以其实关键点还是正副总统 这一局能不能谈得成 才是未来的蓝白合作最大的关键 我再次呼吁啊 如果正是这个礼拜 是最后的dayline的话 是不是大家再想一想 像侯友宜已经讲说他当副手也可以 柯文哲呢是不是也能释出一些善意 比如说民调手机跟全民调的手机 跟赤化的部分能够是不是说出现7比3 或是这样的比例 我想让别人释出 条件要让步自己的部分呢 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 好的确呢 希望堆叠善意减少疑虑 真的呢不要只有讲讲了 大家还是要这个适度的让步才行 才可以促成总统 包括连这个立委的选情都可以拉伸才行 好今天非常谢谢司刚哥 来跟我们进行现场对谈 谢谢拜拜 好我们来看到 其实亮哥他也分析说 因为蓝白如果真的分裂 那么看好度 大家就会就一面倒吗 选民认为说侯柯不会赢 所以就不会去投票 就会有一些惩罚效应 恐怕就会扩散到立委选期 我们来听亮哥的分析 叫单一选区的惩罚效应 惩罚效应 就说如果人家看好度是一面倒的时候 看好度啦 因为你想一想你如果柯跟侯分开选 看好度赖清德就一面倒 然后赌盘全面都押赖清德赢嘛 那那个惩罚效应就会扩大 就是柯跟侯就会输得更惨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跟上次蔡英文对韩国瑜嘛 因为很多人就知道韩国瑜不会赢了 那惩罚效应就会出来 那那个立委也是一样 因为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嘛 就看好啊 就有些人就不出来投票了 那不出来投票立委就 你本来不该输了结果就输掉了 比如说上次我就说李永平 只输赖品于输2700票 你就是有够倒霉嘛 就是这样 时间不对 时间不对啦 不然他就应该赢了啦 那比如说卢秀燕那个选区 卢秀燕那个选区有多难你知道吗 结果庄靖城竟然摸到了 就是这样啊 真的要深思啦 就是你不要以为 你们总统两个人是在选自己的 你还是要 尤其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你有那么多区域立委 而且你是真的很有机会赢的 所以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想啦 因为柯文哲是没有什么区域立委啦 他算到现在大概只有一区 还有一点点机会 影响不大 可是影响不大 对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